OK 我們現在就是要來看一下關於很簡單的觸碰動畫的部分 那這個就是做的一個很簡單的地道 然後裡面有很多門 那你必須要在觸碰範圍內它這個門就會打開 那所以說呢我們來看一下關於這個觸碰然後再動畫的部分 所以我這邊呢先講一下這個現有的 像是這個門 這個門是豆01 你會發現這不管是哪一種門 然後它的動畫的方式可能會不太一樣 可是它其實它的結構呢都是一樣的 那豆01呢分為上面那一片跟下面這一片 上面下面兩片 然後呢上面這一片呢 它會有兩個collider 好注意看一下它其實是有兩個collider 一個collider呢是碰霜就是讓我們沒有辦法穿越過去 然後另外一個collider呢 它其實是做觸發用的 就是在這個綠色的線的範圍之內 只要其他的物件就觸碰到它 然後它就會去做一些判斷跟我們希望它做的事情 所以這個是觸發的觸發的部分 然後我們用這個animator 這叫做動畫控制器 來控制它的動作 那動畫控制器裡面呢它其實連結了一個 這個其實是空的動畫 然後呢一個是我們希望它打開的這個動畫 所以呢每一扇門 每一個門片 它上面都掛了兩個collider 一個是trigger 一個是collider trigger就是觸發的範圍我們去做生定 然後一個動畫控制器 控制器裡面呢一個是 一剛開始它是不會有任何動畫 所以它就是連到一個空的 然後一個是我們自身它想要的動畫 沒有連結 因為我們要用程式來去教訓它 然後另外一個呢是程式的部分 這個程式呢非常非常的短 我們只是要呼叫到它自己本身的這個animator 然後去把跟它的這個物件名字 名稱一樣的animation 去把它造型然後去做播放 所以呢我們在一剛開始的時候先宣告 我們有一個適用變數animator 然後所以其實這個呢就是對應到這個物件面的這個animator 然後在遊戲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確定我們要用到這一個主件喔 因為這只是選卡 就是說我們代表我們要去用到這個主件 那什麼時候用到主件呢 就是當有物件落在它的觸發範圍之內的時候 然後呢落在這個觸發範圍的物件 標籤剛好叫做Player的時候 我們就會去播放這個物件裡面 跟這物件名稱一樣的動畫 所以呢這個是 每一片門片都是一樣的城市 每一片門片都是用一樣的城市 所以我只要這個城市改了 所以門片就會 它的互動的方式就會改掉 那所以說呢我就來示範一個新的 我們先建立一個amity 那你會發現它是一個空的 那所以說呢我這邊呢 就用兩個cube 那這個cube呢 因為我比較懶一點 所以我就直接複製別人過來 那因為它的位置 我都喜歡給它reset 等一下它變形 為了不讓它變形 我們是改變 對啊 有什麼東西 我還是要留一樓來 我還是要留一樓閃爛人 然後把文章改掉 然後我們就想一下 他要做的動畫 所以我們就把Animation的視窗打拍 我們先把上面的Animator把它刪掉 這樣子Animation 就會有一個 你要不要建立他自己的動畫 我們就說要建立 我們是4U的 然後我放一段 我就直接 一兩拍一下 下一次 我用這個 要修反文位置 然後最後的時候呢 他是 一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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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動畫做好之後 你會發現他自己就有一個 你沒吃 這個 OK然後 然後這樣子的一個動作它會讓在剛開始的時候 它會一直播放動畫 那是因為我們在Animator這邊有設定 只要一進來的時候它就會去播放這個動畫 我們剛開始的時候就先那個樣子 所以說下面這個也是一樣 我們把它原來的Animator去把它remove掉 然後把Animation去把它打開 這個時候就可以去建立一個新的Animation 就是把它放在圖裡 那一樣在這邊呢 我們會先Position 剛剛都是跟位置 還有縮放有關係的 現在開始 現在開始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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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紅色的按鈕按下去 它才會去進行入製的步伐 OK 所以這個如果是好呢 然後你會發現它這邊是幾個呢 就會有一個Animate出現 現在我們點它 那因為我們呢 我在程式裡面 是希望它這個名字會跟 物件名稱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會把 當中 Wario 的打中 3角 變成 所以說 4u 的 這個 我們還沒改 剛剛我們我決定 之後記得al 一定要按Enter 我們再去 reports 然後 但是它會一直izations 循環不放 而且呢 它不是我們觸碰的時候 它才做動畫 所以在這邊呢 我們要去做一下修正 就是 我們先建立一個新的 這是空的 所以呢 當它連到這邊的時候 然後把它變成 Default 預設的狀態 所以原來這個動畫呢 它就是沒有 進來連接 4U 然後我們要做 4D的部分 所以這樣子一剛開始呢 它就會是 一個空的 不會動的 一剛開始它就變成是不會動 好 有沒有 它是有問題還是不會動 我們 把它FPS把它往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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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觸碰的程式 剛剛已經講解過的那個 觸碰的程式 還有動畫部分 還有一個還沒有改的就是 我們必須要進入到這個動畫裡面 這個 我們拉它不要是 循環的 我們只讓它播放一次 然後 然後 在 門片裡面 因為它 對 因為 因為我們是複製其他門片過來 所以它這個 跟這個 其實都已經附上去了 但是如果你們是自己 做 就是重新做的話 可能要注意一下 它有兩個 衝撞器 那一個 是用來 當作出發 因為它是有範圍 在進入到綠色範圍 它就會打開 然後 4U 4D 然後在程式的部分 它因為完全不用改 然後在程式就是不用改 所以我們就去 拉 就打開 就打開 OK 所以呢這樣子 我們就做到 這一次的 非常簡單 以觸發來 做動畫 就是有點像是做互動的動畫 但是是以觸發的方式